台積電、鴻海跟慈濟捐贈給政府的1,500劑疫苗當中的90幾萬劑早上已經到台灣 今天特別代表立法院和張耀萬金委員一起來這裡 謝謝台積電對國家所做的貢獻 這個企業不算賺錢而且還可以回饋社會 特別是在這個關鍵的時間點 堅住國家這麼多的疫苗 我相信這個都是值得大家給他拍拍手 給他加油的 所以我想我今天來不為誰招商 為台中市招商 我們不敢說有出什麼力 但是我們在相關的這個行政立法的協調會議當中 我想我們多次表達的 包括從爭取台積電在台中繼續加碼 解決台積電的一些投資的困難 土地要看台積電目前現在他們的氣盤 那因為這個需要中央政府來幫忙協助 最終我們希望快速的行政院可以來核定 支持台積電加碼投資台中的這個計畫 18歲到20歲的這些年輕朋友們 他們期待能夠不要變成疫苗的孤兒 所以我們聽到了這樣的聲音 所以這兩週持續跟行政院溝通 9月底之前能讓只要你不挑選疫苗 應該這個18歲以上的都可以在9月底之前打得到第一劑的疫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等一下 點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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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點擊